好,我们现在继续看 前面给各位介绍应力分量了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二小节 所谓的Coset Formal 等下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 以及最主要是介绍我们应力平衡方程式 那我们讲过 我们要讨论的应力平衡方程式 指的就是一个受力的工作界 达到平衡状态的时候 它各个点的应力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偏微分方程式 你们想看,这老师自己画图 我们想考虑一个应力的某一点 我们把它叫做P sub C 这边用下标C 告诉你这是变形后的一个点 变形后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以P sub C为一个圆点 我们画出一个脚椎体 我们画出一个脚椎体 这个的脚椎体 你们可以想象 可以以P C为顶点 然后以这个A B C 这个面,小写的A B C 这个面当作底面 我们画出一个脚椎体 除了底面以外 它的另外三个面很明显 是互相垂直的 A B C分别是这个脚椎体 在C1系统C属力三个方向的节点 所以O A B C O小写的A B C 这是一个本身来讲 是一个脚椎三面的脚椎体 合起来总共有四个面 每个面的重心 我们分别叫大写的A B C D 第一点,我们先看 这个面 我们考虑O B C这个面 这个面的法线 就是负的C1轴 是负的 因为这是C1轴 可是它的朝外法线 是朝另外一个方向 是负的C1 所以针对这个面来讲 它法线的面积 我们是定义成为A的负一 ΔA 因为这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无限小的脚椎体 无限小 我们都用ΔA负一 那反过来讲 第二个面 我们说是O A C 第二个面的法线 就在负的细弯方向 所以它面积我们叫A的负二 第三个 我们所谓的O A B 法线是 第三个O A B 法线是在负C属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叫A负属力 第四个A B C这个底面 它的法线我们就叫N 那个是正的N 因为就朝外为N 所以它的面积 我们就叫ΔA N 我们就叫ΔA N 然后这四个面的重心 分别就是大写的A B C D 你们看到了 这四个面重心就大写的A B C D 然后在这四个面上 都有外力作用 第一个面 作用在A点的 也就是所谓的O B C 那个平面上的重心 A点的硬力 我们就叫做Sigma-1 硬力向量 当然作用在这边 我们就叫做Sigma N 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指的就是对于 作用面的法线方向 然后 我们讲第二个游戏 我们讲 那 因为除了斜面以外 另外三个面 都是直角面 直角面的重心 我们知道是离直角边 各三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A点的作标 A点的作标 就是等于0 因为它跟C1 它不在 它在C70度C 处理平面 就是0 这就是A点的作标 那B点C点是类似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任何一个三角形的作标 都在离这个直角 就是三分之一的位置的地方 那ABCD 低点的作标呢 因为它三个都直角面 它的作标就是 这里面不要抄 这我们讲以后面都有写 我只告诉 这些作标我们都知道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1点 1点指的是 ABCD分别指的四个面的重心 1点 是整个三角锥的重心 1点是整个三角锥的重心 然后这个三角锥的重心呢 我们这就不一定了 那跟ABC的大小有关 小解ABC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α1 α2 α数例 因为这个在我们推导过程上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作标 然后它现在有外力作用 首先就是在大写的ABCD 四个点上 各有硬力向量 作用在上面 然后1点 也有作用 也有外力 1点的外力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作用在1点上 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把它叫做 特别的名词 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现在就要记住 体力 body force 所谓的body force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所受的外力 抱歉 一直在想重量 硬力 我们说是每单位面积 所受的力 body force 所谓的体力 指的就是每单位体积 所受的外力 也就是说 这个外力 是会跟它的单位体积而变 单位体积越大 它的外力就会越 这个力量就会越大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常用的 有两种力量 是所谓的体力 就是它力量大小 跟你体积成比例 一个就是你们知道 就是重量 因为重量 你知道我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物体的体重 体重等于是比重 然后乘上体积 OK 比重又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的密度 弱 乘上我的重力加速度 再乘上体积 这是我们一个物体的重量 密度乘重力加速乘体积 所以如果我define body force 是B的话 是B的话 很明显 B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我这个物体的密度 乘上我的重力加速度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body force 但是 通常这个都是朝下的方向 所以这个body force 也是一个项链 它是有方向的 这是我们的body force 那body force一定是作用在 一点 也就是这个物体的重心 一是这个物体的重心 然后我刚刚讲的 有两种body force 还有一种body force是什么 磁力 如果你这物体有受到磁力 它的大小也是跟体积成比例 那我们这边考虑的body force 指的就是重量 也就相等于是密度乘重力加速 每单位体积所受的外力 因此它的单位就是 刘顿除上公尺的三次方 好我们再重复一下 我们考虑受力工作件上的 某一个P点已经变形了 然后在这个P点上 我们以P点为顶点 我们画出一个三角锥 三角锥 那作用在这三角锥上的重心 我们通常知道 作用三角锥的四个面上的外力 我们就分为定义成为 硬力Sigma-1 Sigma-2 Sigma-3 Sigma-N 那问题是 还有一个body force 我们考虑重量 当然body force 很多问题我们都忽略 因为通常 工程上很多物体 所给的外力 远大于这个物体的重量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重量忽略 但我们现在在推倒公司 我们暂不忽略 要忽略是以后真正实际 做的时候的事情 一点上有一个body force 那我刚刚讲的就是下面这两页 讲义 本身所说的 因为我们先只考虑Sumation-F等于0 所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这个小脚锥体的外力和等于0公式就是这个 也就等于说Sumation-F应该等于0 它Sumation-F有什么呢 每一个面的硬力向量 不要忘了 那是单位面积 所以要乘上我的面积 所以Sigma-1乘上ΔA的-1 OK 加上Sigma-2乘上ΔA的-2 加Sigma-3乘上ΔA的-3 加上Sigma-N乘上ΔA的-3 然后最后加上我的body force乘上我的ΔV V子呢就我这个小体积 合起来等于0 那我们这边特有讲 这边有一个Sigma-N乘上ΔA-N 两个N摆在一起 可是我们这边特别强 这个现在不是 不是在讲这个 因此这个不是张量的相加 这就是两个值相乘 所以这个不要写N等于1加N等于2加N等于3 这个下标N在这边不是张量符号 我们特别给各位注明一下 怕各位误解 好那这个式子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先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要谈到这个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脚椎体 国中就学过 三分之一的底面积乘以高 这个脚椎体其实是个四面体 每一个面都可以当作底 所以我们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如果你以这个斜面当作底 它的体积就三分之一H乘上这个斜面 这个H指的就是 我这个顶点P 到这个ABC斜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如果我把小写这个ABC的底面 当作底面的话 H就是高 也就是P 到这个的斜面的垂直距离 反过来讲 我拿另外的三个面当底 它们的高分别就是等于 ΔC1ΔC2ΔΔC2ΔC3 我拿到一点想象 假设我们从P点 到ABC这个底面的高 是H 而且呢 它也就是等于 不要忘了 那如果这个的底面 这个高 跟这个的接点 我们把它叫做Q 要记得 PQ 指的就是这个斜面的法线 指的就是这个斜面的法线 那我们现在画一个这个 这边比较啰嗦 大家要专心一点 否则一下我就 假设这个是P点 我从这边就画一条直线 这直线Q点 指的就是我从B所做的高 那这一段就是H 所做的高 然后嘛 跟ABC之间的交点 那我可以从这个Q 那很明显 从这个Q 我们可以连到 这个是我们的 你们看到的图上的Q 从那上面看到 连到的是图上的 B点 那 从P到B的这段距离 这个就是我的 德塔 这个是我的德塔 C2 这个是H 然后我从Q点 连到B点 这一个 因为这是法线 所以这边是垂直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降格的三角形 你们先看这段 反正我再讲Q点 就是我的法线 跟斜面的交点 我们这样 连一个三角形 那 这边是画得比较漂亮的 那从这三角形 你们看没有 首先我们先Define 这边有一个 C打 我们把它叫C打2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PQ就等于斜面的法线 PQ等于斜面的法线 C打2 就是我这个法线 跟我C2这个轴 这就等于是C2轴了 跟我C2轴之间的夹角 如果这个法线 我们把它叫N 它沿着第二轴的方向 余弦N2 你们看了个图 所以 如果我的斜面的法线N 我们把它叫做NIEI 它的三角方式 那很明显 依照的图N2 就是等于cos C打2 也依照这个图 等于H除上ΔC2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H除上ΔC2 你就等于说我的高 斜面的高 除上我ΔC2 就等于我的法线 N2的单位向量 但是 但是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 我的体积是一样的 三分之一的高 H 乘上ΔAN 等于 如果我的底面积是C2的话 所以从这边你们看到没有 所以从这边你们看到没有 我H比上ΔC2这两边消掉 我把这两边消掉 H比上H比上这边的ΔC2 就是等于我这个面积比这个 所以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第一点 这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写在这边给各位看的 第一点 如果我这个面积 这个角椎体 这个面积 是垂直于C2轴的话 那这个面积比上斜面的面积 就等于斜面的面积的法线 沿着系图轴的方向于显 就是得到这个 沿着这个方向的 分别可以得到这个方向于显 所以 那我们现在看 回到前面这个方程式 因为等于0 我可以左右两边都除上ΔAN 1除上ΔAN 这个就是A-1除以ΔAN 依照我们刚刚讲 就等于N1 第二个等于N2 第三个等于N3 第四个呢 AN除以ΔAN就消掉了 就只剩下ΔN 第五个 这个体积 就变成ΔV除上ΔAN 然后等于0 所以 我们得到了下面这个式子 最下面这一行 我们得到了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我的平衡方程式 会转成的这个样子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这边特别 你们看 我有注记 我这边特别画一个直线 写个A点 画了直线线 B点 C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作用在A点的硬力 这是作用在B点的硬力向量 这是作用在C点的硬力向量 也就是说 这个虽然和等于0 可是这几个硬力向量 包括Body Force 都不是作用在同一点 你们在利用力学就学过 我要把几个力相加 我必须要考虑它是同一个点的 For二会产生Moment 而这边来讲呢 我们不是考虑 我们是讲的 因为都是不同点的力 你加在一起没有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 通常摆在同一个点 我要把它通通移到 我这个图上的P点 移到原点 然后把每一个力 移到原点 再加起来才有意义 因为这才是代表同一个点 因为我们真的重点讲的就是P点 所以我们要知道是 假定我一个力 原来作用在是A点 那万一 那在对这个力来讲 在P点的力 它是等于多少 这边 好 我们就跟各位回顾一个 数学上的Tiler展开式 假定有一个函数 是Function 我们写简单点 Function of XYZ 我不写下标了 Function of XYZ 那这个函数在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在 X加ΔX Y加ΔX Z加ΔX 一直的值是多 如果我知道这一点 它在这一点的函数值 跟这一点的函数值 它之间的关系 是等于F 这个函数值 加ΔX 加ΔX 这个叫做 Tiler展开式 它的意思就是讲的 我知道这一点的值 然后我也知道 这函数的形式 那我要知道 它在离原来的点 一点点 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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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Z 都很小 它们的关系 就是等于这个 F对ΔX F对Y 加F对Z 的微分 然后 这个大写的O 代表High Order 剩下呢 还有 它没有玩 剩下是ΔX平方 ΔY平方 ΔZ平方 等等 那那个更小 我们就忽略 所以一般只写到 第一项 这个O 我再强调 叫High Order 这个的更高次 就是平方向 三次方向 那我们忽略了 这个叫Tiler展开式 所以 这个叫Tiler展开式 所以我们会得到 那例如 如果我们说 以C1来讲的话 所以呢 Sigma C1 Sigma C1 在 原来是在A点的 也就是等于是 这一个值 在A点的 我们这样子写 依照这个Tiler展开式的话 Sigma C1 在P点的C1 那它P点的C1 的坐标 指的就是0 对 好 我这次重写一下我荧幕式子 只让你们方便对照一下 所以我原来在A点的应力向量 Sigma-1 它的坐标是0 3分之2 C2等于原点的 这个就是P点了 等于原点的应力向量 加上Sigma对C2的微分成 3分之1 D2 加Sigma对C属力微分成3分之3 因为它这两个都是0 所以没有第一项 只剩下后面两项 那就是我们荧幕上 第一个式子写的 那就是依照Tiler展开是来的 各位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所以依照这个道理 我就可以把刚刚的那个方程式 原来是作用在A点B点 ABCDE这五点的 通通通对应到在原点的数据 那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个式子 那第一个我们先解释一下 像以第一个式子来讲 就是等于在P点的Sigma-1值 应该只加上我们刚刚讲 应该只有两项 三分之一德塔C2跟三分之一德塔C属力这两项 可是我们还是多了一个三分之一德塔C1 但是我们这边多了一个呢 我们后面就减掉一个 我们后面就有减掉一个 那另外几个都是一样的意思 我就不在这边多讲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式子 好 如果我们假设 因为我们已经说 这个ABC PABC这个小三角锥体 是一个非常无限小的物体 所以这后面每一个都有乘上 三分之一的德塔C 德塔C等等 所以这边有乘上三分之一德塔的像 都可以当做很小 跟它原来的 原来的像我们这个 在P点计算Sigma-1没有成任何值 相比都很小 所以 这些通通可以假设取景于零 我们只保留了第一项 因此这整个方程式 可以得到了这个结果 也就是N1乘上Sigma-1 是计算在P点的了 加上N2乘上Sigma-2 加上N属率乘上Sigma-3 再加上Sigma-N等于零 这都已经是在同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有三分之一德塔C的 像我通通消掉了 就变成同一点 但是我们记得 依照Cose是formal了 这个Sigma-1 等于负的Sigma-1 所以 这边是等于负的N1Sigma-1 加上减掉N2Sigma-2 减掉N属率Sigma-3 加Sigma-N等于零 那我们把这个负的 搬到等号右边 我们得到了最后这个式子 Sigma-N等于N1Sigma-1 加N2Sigma-2 加N属率Sigma-3 或者说是 我没有写 这个式子 简单地写 依照我们张亮的写法 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而这个式子 这些不管Sigma-N也好 Sigma-1也好 指的都是同一个点 都是P点 所以这个式子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受力工作件中的 某一点 我如果知道这个点 三个互相垂直的面 比如说这一个面 这一个面 还有另外一个 三个互相垂直面 我们分别知道 作用在这三个面 上的硬力向量 Sigma-1 Sigma-2 Sigma-3 因为这里就代表了 我的坐标系统 我们这样子说好了 我们一个受力的工作点 假定我定义了 某一个坐标系统 然后针对垂直于 这三个坐标轴的 三个面的硬力向量 我是已知的话 我是已知的话 假定这我已经知道 那通过 这三个点 的任何一个平面 任何方向的平面 如果我照这方向的平面 的N 也就是N1 N2 N3 这个平面 对这三个轴的 方向余弦 单位向量方向余弦 我都知道 那依照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算出来 注入在这个平面上的 印尼项链 我就可以知道 注入在这个平面上的 印尼项链 这个 我们就把它叫做 Cose formula 也是这一小节的 第一个标题 这就是Cose formula 那这意思更清楚的是什么 愿人彪忘了 Sigma i Sigma i就等于Sigma i接一接 而我们解固力问题要解的 就是我的印尼分量 所以 针对一个受力坐标界 工作界任何一点 我们会给一个坐标系统 针对这个坐标系统 万一我把我的印尼分量都解出来了 我解除我的印尼分量 然后 依照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找到 针对这个点 任何一个平面 任何方向的平面 它的印尼相量是多少 愿你们不要忘了 那 在下一节 第三节 我们告诉各位 谈主意力 我就可以找到说 针对这一点来讲 作用在哪一个方向平面上 它的印尼最大 那个就是最容易坏的方向 所以这Coset-4Melo很重要 它就告诉我们 因为 你们也知道 通过这个点 有无数多个平面 就在每个平面上 印尼相量 都不一样 那我们一般解问题 我们只会解出Sigma i接 也就是我只会知道 通过这个点 抹三个互相垂直的平面 抹三个互相垂直的平面 OK 它的印尼 印尼相量 可是这三 重用在这三个平面上 印尼相量 可能不是最大的 那我们要找到 通过这个点 哪一个平面 上的印尼相量最大 因为那就是最严重 最容易从那个面裂开 那 透过Coset-4Melo 我可以找出一个 任意平面上的印尼相量 而不要说再换一组 坐标系统来重解 说是Coset-4Melo 我再强调 Coset-4Melo 告诉我们 如果你知道的 四个码 一二三 就是抹三个 互相垂直平面上的 印尼相量 那你就可以找到 通过这一点的 任何一个平面上 的印尼相量 这边我们刚刚已经各位 我先写下 旁边有几个方式 常会用到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 证明给各位看了 第一个Coset-4Melo Coset-4Melo 这我们刚刚证明给各位看的 然后下面 我们再来 把刚刚 不对 我把这一个 这一组 平方程式 我重新整理一下 细节我不讲了 重新整理出来的结果 会变成这一团 问题是这一团里面 你们先仔细看 前面的这些项 前面的这些项 每一项 都会有一个 Sigma N 减掉 NI Sigma I 每一项都有 那我们刚刚讲过 依照Coset-4Melo Sigma N 这个Sigma N 加上NI Sigma 负I 事实上是等于零的 所以 前面的这一团 通通是等于零 我这种整理之下 通通是等于零 跟大音变小音 大变形 小变形 跟那个体积 大小无关 这一块通通 怎么会变成这个 你们自己回去 比对一下 可能这个不复杂 反正不管这样 前面这边都等于零 甚至是后面这一块 这一块 就是你们这边看到的 从那个负号的 负的是 对 从负的开始 负的N1 Sigma-1 对C1的微分 乘上三分之德塔系外 减掉 减掉N2 乘上4个N2 乘上Sigma-2 对C2的微分 乘上三分之德塔系2 那这一项是怎么来 这些负号是怎么来的 负的这些项 就是我们在 前面谈这一项的时候 你们特别记得 因为我本来说 因为我不知道 刚刚有没有同学 怀疑一件事 我这边加一个项 减一个项 可是我说通通很小 等于零 那我加减有什么用 就是在后面 刚刚那件项 就是后面的这些减的项 就是最后 就是最后这一块 这个不会被消灭的项 其他的都会自动等于零了 只有这边是多出来的 然后这个我们看 我们看第一项 负的N1 乘上Sigma-1 对C1的微分 再乘上三分之一的德塔C1 我们现在 我们只看这一项就好 还记得 这个N1是等于什么 我们看这一项 我直接写在这边 我讲运上有些 写的不是那么清楚 N1等于H 乘上德塔C1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这么一个 N1等于的 然后这乘上三分之一的 德塔C1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就等于三分之一的H 可是我们也知道 体积 就是等于三分之一的H 乘上德塔AN 那是我们说过的 所以 这位你就看出来 三分之一的H 就等于德塔V 乘上德塔AN 所以 因此 这一项 事实上 最后就变成了 我们刚刚看第一项 负的N1 三分之一的德塔 得那个 partial sigma 负1 对C1 为人称三分之 德塔C1 事实上就等于 sigma负1 对N的 对partial sigma 为分 乘上体积 除以N 所以 你们看到了这边 每一项 都会变成 德塔V 除以N 乘上 sigma的为分 那就有德了 所以 我把整个德塔V 所以 因为等于0 所以两边 我可以把德塔V 除以N 消掉 最后得到了 这一项 得到我们荧幕上 看到的最后这一项 也就是 他也讲 对 负的 sigma负1 对C1的为分 减掉 sigma负2 对C的为分 减掉 sigma负3 对C属于为分 然后呢 再加上 我们的body force 这边有一个错误 加上我的body force 再加上 这个不是sigma 是B 最后这一项 是partial B 对CI的为分 乘上德塔阿法 这一个是B OK 最后这一项 是B body force 对这个为分 那 好 我们这个是 我们在第一点 还是一样 如果这个体积非常小 因为这后面 有乘上阿法 所以最后这一项 我刚刚写错这一项 事实上是消掉的 然后呢 负的sigma负1 就等于正的sigma正1 依照可知 formula 所以我们最后 得到了这一项 sigma1 对C1的为分 加sigma2 对C的为分 加sigma3 对C属于的为分 加上body force B 等于0 或者就是sigmaI sigmaI 对CI的为分 I重复 所以等于1 加2加3 加B 等于0 这个我们就叫做 向量的平衡方程式 我刚刚漏讲了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向量的corses formula 因为我们大家可以 发成分量 这个就是向量平衡方程式 这个就是印尼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方程式 一个corses formula 一个平衡方程式 这个就告诉我们了 它的 因为这就为分项 所以告诉我们不同点 我的印尼向量 之间的关系 你是平衡 就要满足这个式 平衡的话 就要满足这个式 这两个 就是印尼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方程式 基本方程式 然后呢 我们说的 解题的第二组 这边很明显 这边有三个方向 一二三 所以这三个 就是我们的第二组 goblin equation 第一组是 硬变位移的方程式 平衡方程式 就是第二组 goblin equation 那我们现在 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再来仔细讨论一下 我们可以 这个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sigma i 可以写成sigma i阶 一阶 而其中 我们就一直想掉了 我们将来解除i的东西 就是sigma i阶 所以我们这边说 sigma i 等于sigma i阶 一阶 那如果我把这个式子 带到我的平衡方程式 带到我们 刚刚这边写的 这边的平衡方程式 因为sigma i 等于sigma i阶 一阶 所以 我们带进去的话 我原来的sigma i阶 对ci的微分 就可以写成sigma i阶 对ci的微分 乘上一阶 加上固定sigma i阶 乘上一阶 对sigma i阶 对sigma i阶的微分 加body force 等于0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这个一万一阶一属力 是线性直角坐标 所以 它不会动的 它是长处 所以微分以后等于0 因此我们最后会得到了 等于0 得到了下面这一项 也就是 用普通的硬力 做分量来说的话 这个师子就是等于sigma i阶 对ci i的微分 要计反呢 我们会得到这一项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会用的 因为这个j可以等于1等于2等于3 记得这个i重复 所以有三项 第一个这个有三个相加 比如说如果说是 j是等于1的话 就是sigma i阶对ci i的微分 加上sigma i阶对ci i的微分 加上sigma i阶对ci i的微分 记得是sigma i阶对ci i的微分 加上b阶 那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它叫做 分量的平衡方程式 这个我们叫向量 因为是以印尼向量为主 这个叫分量 我们真正用的是这一个 可是这是直角坐标 这是线性直角坐标的 如果圆柱跟球面坐标 会有一点点变动 对我们讲的线性直角 那下面你们这边看到的 如果我改成张量 这边写的就是divergent f 也就是delta dot 一个印尼向量 那你要找到别的 别的圆柱直角坐标 用的就是这一个 用这个式子来找 这我就不叫你们自己再写 这个我应该是蛮 本身来讲会蛮熟悉的了 然后有关这个平衡方程式 我们还可以加一样东西 因为这是平衡方程式 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先从 医用力学来说 我们先从医院力学来跟各位说 医用力学里面如果是净力 如果是动力 我们会说 summation f 等于ma 这是各位熟悉的 可是 也有些人喜欢把它叫做动态平衡 我把这ma搬到左边 会变成这个式子 -ma 这是把静力学 搬到动力 动力学 改成静力学的形式 这个符号 我们把它叫做 inertial force 这个-ma 我们就叫做惯性力 inertial force -ma 就是加速度 m是我们的质量 然后在弹性力学里面 我们取原来平衡方程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动态的方程式 如果是动态的方程式 就像我们这边说的 比照这个 我们在这边 加上一个f阶项 这个f阶 就是我们所讲的惯性力 所以我们这边讲 f阶事实上 是等于负的 负的 我们这边写落a f阶等于负的落a阶 这个落指的就是密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们谈到的是body force 因为前面是单位体积 所以我这也把 你看m是体积 m就是等于密度 乘上体积 所以我们这边呢 也是一样 把体积已经除掉了 所以这个body 这个也呢 因此我们会加上这一项 而这一项就等于这个 而这个呢 就是等于速度 如果位移 接方向的位移 对时间的两次为分 这就加速度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讨论的是 动力学问题 你还是这个方程式 变成运动方程式 我们当然就加正一项 这一项是等于负的 如果乘上位移 对时间的两次为分 那你要把它摆在等号 左边右边随便 摆在左边 就是惯性力的观念 摆右边就是用f等ma 所以这是直接衍生的 只是顺便让各位知道一下 那我们这门课 以尽力为主 我们再不讨论动态问题 跟各位讲讲 这个就是 弹性运动的方程式 你有考虑到速度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平衡方程式 平衡方程式的分量形式 我们下面再来看 如果我们考虑到是一个任意平面 发现方向为n 我们这边可以写成 sigma n 等于sigma ni 这是我们知道的 OK 反正提醒各位一下 这个sigma ni 它不是normal stress 也不是 我们已经讲过 也不是share stress 它整个分量 因为 这个sigma n1 指的是 这个提醒各位一下 因为我们有正义力 减义力 还有不是正义力 也不是减义力的硬力 假定这是我的坐标 这个是我的坐标 那 这个是我的平面 我这个平面上 现在有一个 硬力向量 sigma n 这个可以分成 沿着这个方向的分量 sigma n1 跟这个方向的分量 sigma n2 包装应该画大一点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了 我这个sigma n1 跟这个面 既不垂直 也不是平行 这个对这个面 也不是垂直 也不是平行 所以这两个 既不叫正义力 也不叫减义力 因为它只是代表 sigma n这个 这个硬力向量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 硬力向量 沿着我的坐标 走方 问题是 因为这个平面 本身的法线 就不跟 一万一兔平行 所以这个既不叫正义力 也不叫减义力 我们先强调 正义力 normal street跟减义力 是严格的定义 normal street指的就是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 硬力向量 沿着垂直 这个平面方向的分量 才叫正义力 作用在这个方向的 硬力向量 沿着平行于 这个平面方向的硬力 才叫减义力 如果你的分量 既不垂直这个平面 也不垂直于这个 也不垂直这个平面 也不平行这个平面 它就不能叫正义力 或减义力 可是它是一个义力分量 是没有错的 OK 然后下面 那sigma n 我们也可以分成 sigma n 1n加sigma nd 那这两个 就分别是正义力 跟减义力了 那我们前面讲过 好 我们现在两个来 然后刚刚是sigma n 等一下我们两个回合 那如果说我们叫sigma i 那就比较明确 sigma i指的就是 法线 平行于C1 ci轴的 那个平面上的音量 所以sigma i 可以显成sigma i阶 一阶 那其中呢 如果i等一阶 就是正义力 i不等一阶 就减义力 这个都很明确 那我们现在把这样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写 这个比我讲义 写的可能简单一点 我讲义多了一个步骤 我们现在这两个都知道 然后我们现在看 sigma n 可以写成ni sigma i 我先不要这样 这是第二步 sigma n 第一点 我们可以写成sigma ni e i 这我们刚刚说的了 依照Cosais-Formula 它又等于ni sigma i 可是sigma i 等于什么 sigma i 等于 我们刚刚讲 ni sigma i阶 乘上1阶 这可以写成 而这个呢 这两个都是i 我可以把它换成阶 所以这两个都相等 所以我们得到了 很重要的 这个Cosais-Formula 它的分量形式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一个要跟这个相等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sigma n阶 等于ni sigma i阶 这个就是分量形式 这个就是分量形式的 Cosais-Formula 我直接写给各位看 因为我讲的那个 描述不清楚 这样直接看 比较容易了解 这个就是Cosais-Formula 分量形式 sigma n阶 等于ni sigma i阶 所以 就像我们讲的 如果我知道这个硬力 我们还没有证明 我们这个硬力分量 是张量 我们最后会证明 我们知道这个 又知道了 通过这个点 另一个平面的 三个法线分量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作用在这个 另一个平面上 的硬力向量 分别沿着 C1 C2 C3 轴的三个分量 那 我们刚刚讲的 Govine-Equid 平衡方程式 我们这里介绍 两个方程式 一个Cosais-Formula 一个硬力平衡方程式 平方程我们讲了 将来就是 你解题时候的 Govine-Equid 所以它的重要性在这 那这个 在你解题有什么用 我们告诉各位 这个 它可以帮助你 在某些状况之下 可以帮助你决定 帮助你Condition 你有时候帮助你Condition 不好决定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式子 怎么说 我们先举个例 怎么讲 你们先来看 如果我的题目 举例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板子 在被拉 这个就是Sigma 这是我的坐标轴 不要忘了 这个是我们的Govine-Equid 所以 什么叫边界条件 因为我要解的就是这个变数 所以我就是要在边界上 这个值等于多少 那以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就很容易 假定这个距离是B 我们就说是在C1 C1等于B 这个边界 Sigma11等于Sigma 就完了 这个就成了我的边界条件 没有减于0 所以Sigma12等于0 就是这样子 这个很好写 因为你马上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边界上面 这个是等于几 如果 这是简单的边界 如果边界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圆的一部分 那它在我们知道是在这个边界上面 我们晓得它受一个均匀的压力 Sigma0 那在这个边界上 Sigma11或Sigma12等于几 所以 碰到啰嗦一点的边界条件 我们会直接 写这个式子 因为在这个边界上面 我很容易看得出左边 SigmaN1 SigmaN2 也就是说沿着这个边界的方向 水平跟垂直的 你说这个边界我马上可以看出来 真的你们涂上这个边界 我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Sigma11等于多少这一些 可是我一看我就知道 它跟谢达有关 针对这个边界这个我看不出来 针对这个边界这个我看得出来 你说这个等号准备我看得出来 那右边不是我要求的吗 所以我只要带到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边界之间的关系 像现在这个题目来讲 像现在这个题目来讲 我的法线N1就等于Cosin系达 N2就是等于Cosin系达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来 这边的这个结果也就是 抱歉 这么有一点反光一下 就是等于说我们的SigmaN1 SigmaN1 我们这边直接写的 这是什么 抱歉 对不起 好 我们这边先写的 我的边界的SigmaN 就是等于我们这边所讲的 Sigma0乘上口散系达了1万 加上Sigma0乘上3 细达了1万2 而这我们说的 像一般 这个就是SigmaN1 这个就是SigmaN2 那我们如果说带到Cosin formula 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两个 而这个就是这个题目的边界条件 SigmaN1等于N1乘上Sigma的11 N1乘Sigma的11 再加上我们的N2乘上Sigma的21 记得不要搞混了 这边是Ni SigmaI 所以是SigmaN1等于N1乘上Sigma11 加上Ni N2乘上Sigma的21 那同样的道理 SigmaN2 SigmaN2 也是一样 等于N1 Sigma的12 加上N2 Sigma的22 那N1N2我们知道 分别等于Cosin跟Sin 所以这一题来讲 这就是我的边界条件 这就会变成我们边界条件 也就等于说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写边界条件 都运用Cosin formula 你会比较容易找到 你要用看的 能够看到这个 就不太容易 这是一个 这就是Cosin formula 很重要的一个用处 当然 这是一个二维的 那我边界 Govn0 equation就成了这个 也是二维的 你们就可以用这两个方程式 跟这个边界条件来解 这是一个 好 还有一个 这口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帮助各位判断 Free Surface 举例来说 假定这是三维的 这是三维的物体 这个叫Free Surface 也就是说 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面 没有任何外力 是不是一定等于0 那这一点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有很多同学一看到 这个是Free Surface 马上就会写 所有的硬力等于0 所有的硬力等于0 马上就会这样子写 这个硬力上 所有六个硬力分量都等于0 我们还没有证明 我们当然会证明 那个减硬力相等 我还没有证明 但我们先这边先看 先看 Coset 4Mail了 如果这个Free Surface 很多同学就会写出这六个都等于0 现在告诉各位答案是错 这边的边界条件并不是六个都等于0 不是六个都等于0 我们可以直接从Coset 4Mail了来看 我们就看这个面 这个面的法线很单纯 这个面的法线 N1跟N数力都是0 N2就等于0 这是那个面的法线 所以你们现在看 我的四个码 四个码N 这边的硬力相当是等于0 然后等于我们刚刚讲的Ni 四个码I接 这等于你的Ni四个码I接一接 然后我们看这会变成什么 记得N1N数力都念只有N2 是等于1 所以只有 这边虽然有三个分量 所以只有I等于2的时候 所以这个会变成N2 乘上Sigma的二接 一接 等于Sigma的二接 等于0 那这个等于什么 所以接等于123 所以你们仔细看没有 从这个方程是很明显地看出 只有 只有这三个为0 你们仔细看 我从SigmaN等于0这边 会得到这个结果 它只是Sigma的二接 一接等于0 所以只有J等于2的时候 所以只有Sigma21 Sigma22 Sigma23等于0 另外Sigma11 Sigma13 跟Sigma23 Sigma11 Sigma33 Sigma13都不等于0 这就是我们这边下面讲的 我们再看到 我们再看 Free surface的时候 你们要小心 事实上 我当然这一点 你不见得要用Cossey4 你不见得用Cossey4 来看 因为 你从这个面 你仔细看 这个是正向面 就像我们画的 假定我画一个立方体 我真的画这个立方体 我证明只有三个英尼向量 Sigma22 Sigma21 Sigma23 Sigma23 也只有这三个 我事实上 我在这个面上 我看不到Sigma11 跟Sigma33的 因为它只是这一个面 Sigma1跟Sigma3 要往这里面 要这个面 也就是要这一块 才会有Sigma11 那我表面等于0 不代表我下面一点点 会等于0 所以我当然不能说 Sigma11等于0 反正这只提醒各位 看到Free surface的时候 写它的印尼边界条件 要非常注意 不要随便乱写 不要随便乱写 否则的话 你给错了边界条件 你的答案 就是会错误的 到前面这边 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都是从Summation force 我们前面介绍的 都从Summation force 等于0而过来的 从Summation force等于0 我们得到了 Coset formula 还有平原方程式 Coset formula 可以帮我们 找到边界条件 平原方程式 就高一点亏训 但你们都知道 印尼学给你们学过 应用力学的时候 就告诉各位 一个物体 如果达到平原的话 它除了Summation force 等于0 还有一个条件 它的Summation moment 也要等于0 所以我们看看 Summation moment 等于0 会得到什么 假设刚刚第一页的 那个三角锥 每一面也有承受 Summation moment 我们把它叫做C Couple 分别叫做C的 -1-2-3CN等等 然后假设在1点 我们有一个 Body moment 我们把它叫做 这是对应Body force 我们把它叫做M 这个就是每单位体积所受的moment 但是一般来讲 我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 什么样子的moment 是Body moment 因此这个M在这边 只是等于有点是在数学上的完整性 因为有Body force 是舆论上就应该有Body moment 可是基本上 到现在为止的工程上 这个M都是等于0 我们只把它摆在这边 以推导公司上 然后 这个我们不细讲 我也没有细写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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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点的posing vector 就是R A R B R C 所以 我整个的 平原方程式 是这个 一个是 我的硬力向量 所造成moment 加上单独的moment C的-1-2-3 我会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 化解一下 会变到下面这一个 这我中间过程没有细讲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 最后我们会得到这个结论 也就等于说CN 等于NICI 意思也是讲的 作用在 三个平面上的couple 乘上我的那个相对的 那个法线方向余弦 就等于我任何一个平面上的couple 这个跟我们的couple 非常类似 但这不重要 这只能知道一下就好 我们真正的moment的平原方程式 重要的是 类似到平原方程式的观念 我们会得到下面这一下 重要的是这一下 EI cross EJ 乘上Sigma IJ 再加上M 再加上CI对CI的微分等于0 这是类似的 moment的平原方程式 而这个会变成什么 我们先告个 第一点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方程里面这个M 通常不存在 你可以当作等于0 第二个 这个 如果 我这个工作件 没有 没有集中应力 也就是说 没有集中的moment 我们例具有两种 材料例具上学过 比如这个量 我说这一点有一个couple 那我还可以说 这一块 有一个连续的couple 那 这个平原方程式 这个平原方程式的右边这一块 如果是属于这一类 这个值就很大 不能消掉 如果是属于这一类 这个值就会很小 可以当作0 那我们现在假设 听哦 假设我这个工作件上 没有这个集中的moment 有的话也是这一类连续的 那后面这两项都等于0 都等于0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就会得到了 平衡方程式就变成 EI cross EJ 乘上Sigma EJ等于0 可是EI cross EJ 我们稍微可以写成 EI接K EI接K的EK 那是EI cross EJ 所以最后变成EI接K 的EI乘上 EI接K的Sigma EJ 乘上这一K等于0 那如果这个等于0 代表前面这个EI接K Sigma EJ 等于0 那分别你用K等于1 K等于2 K等于3 带到最后这个式子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 这个是什么 减义力是对称 这边证明了减义力是对称 可是从这个减义力 对称这个式子 你们看出一个问题没有 我要得到这个结果 我要得到结果 必须是要这一项等于0 也就是说 必须要没有集中moment 因此 比如说你们看到这个问题 这一块 减义力对称 这一块减义力对称 就是这一点 减义力不对称 这个是 那个Summage Moment等于0 要告诉各位的最重要的观念 减义力不是无条件的对称 如果任何一点 有一个集中的moment 减义力不会对称的 不像减义力变 减义力变是无条件对称 减义力对称是有条件的 是在 如果有集中的couple 那我们解问题 通常都是假设减义力对称 所以这是告诉各位一件事 如果一个物体 有受到单独的couple 你解出来的答案 就你解出来的硬力 对这一点来讲是错的 可是这个通常不重要 为什么 这边有couple 这个就有点硬力 减义味道 这边都会特别加强 所以这边不会坏 所以这边实际硬力分布 是什么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这就跟你们以前 才有力学 告诉各位怎么证明减义力对称 我们就讲的 这个couple 这个要等于0 那这两个值一定要一样 可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这边加了一个couple 当这个等于0的时候 这两个就会不一样 一样的道理 所以记得 任何一点 只要有couple存在 那一点的简易力 不会对称 这跟各位在 才能力学 也许有点点不一样 大家稍微自己注意一下 那我们下面最后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找到我的 我们刚刚说 sigma n 可以分成 法线方向的分量 跟切线方向的分量 sigma nn sigma nt 那我们先来看 怎么样来找到 这个东西 这是刚刚讲的了 就我们讲的 sigma n 可以分成 sigma nn sigma nn 加上sigma nt 我们直接 sigma nt 你们不要操作 我讲以上有 我直接在黑马上 直接描述快一点 如果要知道 法线方向的分量 依照定义 是不是就等于sigma n dota n 这就是法线方向 分量的定义 我sigma n 这个引力向量 在法线方向 在法线方向 的那个分量 而这个呢 等于ni dota n 这个又等于ni sigma ij dota 我这边写成k 所以最后变成了 sigma nj ni nk dota ik dota jk 所以 所以 这就是 你们现在看到的 如果说是我们要谈到sigma nn 我的法线 所以等于sigma 就是sigma n dot n 那可以写的ni sigma ij 1j dota nk 然后一画最后就变成sigma ij n nj 这个式子 变成我们像最后一幕上所写的这一个 这个式子 你们仔细看 有没有一点眼熟 它跟我们在谈到应变的时候 我的放大因子 sigma n 你们看 是不是一样的形式 一样的形式 所以这如果要记也不难记 这个就是 我的normal 那个 法线分量 这个整个展开来 就会变成这一堆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sigma ij 等于sigma ij 所以这也可以变成六项 就是减应力的通通是两倍 减应力的 本身减应力的通通变成 通通变成两倍 那你知道了法线的分量 那切线的分量呢 就是依照B4定理 所以切线的分量平方 等于总共的应力向量的大小平方 减掉法线分量的平方 那这个应力大小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写成 sigma n1平方加sigma n2加sigma n属性的平方 然后再减掉sigma n的平方 这个开根号 就是我们的减应力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基本上只要给你 sigma ij 只要sigma ij你知道 你可以从这边得到我应力向量的三个 任何一个平方向量三个分量 你知道这一个从我们油墨上这个公式 你可以得到sigma nn sigma nt 所以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应力分量 任何一个平面上的应力分量 不管是沿着系外系度 系属力轴的 或是沿着法线跟前线方向的 我们通通都可以做出来 最后我们来给各位证明一下 这个应力是个张量 我们到时候还没有证明应力是张量 也就是说 它的坐标转换 要依据某一个特定的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 系外系度 系属力 是三个原来的坐标 然后这边写的系外信号 系度信号 系属力信号 是个转动的坐标 OK 然后我们的浪打还是一样 这边先提醒 所以我们用的浪打 那还是一样 第一个下标是新的坐标 第二个下标是旧的坐标 而从上面的这边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得到 我的一万信号 就等于是浪打一I乘上一I 一度信号等于浪打了二I乘上 我们这边写一下 因为这边会用到 一万信号 等于就是四一万的单位项链 那一二一属力是类似的 等于浪打的I 因为这就代表是新的 这也是坐标转换的 也是 那个向量坐标转换的 本身呢 向量坐标转换的一个公式 好 那我们现在看 现在假设 我要找的法线 我要找的是 沿着C1 我把这个C1方向 当作我的N 当作我的法线N 当作我的法线N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找 沿着这个N方向的 正因力跟简因力 因此 所谓的 Sigma-11信号 我们先看这一个 Sigma-11信号等于什么 Sigma-11信号指的就是 假设我知道了Sigma-A阶 那我要沿着这个方向的正因力 Sigma-11信号就是 沿着这个方向的正因力 我把这个就当作N 因此呢 针对这个图形来讲 不是 这个方程来讲 这个浪打EI 就等于我们刚刚前面方程 是里面讲的NI 因为变化N1N多N属于 指的就是N法线N 跟这个U1 属于三个方向的方向于谁 所以浪打EI 就等于我的NI 那我们要找到我们的Sigma-11信号 这边讲的Sigma-11信号 也就是等于我们的原来的Sigma-N信号 DOT我们的E-1信号方向 DOT我们的E-1信号方向 然后呢 那我们的Sigma-11信号 还是一样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写成这个 Sigma-11信号就等于NI-Sigma-I 就等于NI-Sigma-I 然后E-1信号 E-1信号等于S E-1信号我们也可以写成 我的那个浪打EI 可以写成这两个 然后换了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这一承开来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你们不要忘了 我前面讲的N 是让它可以对应到浪打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 Sigma-11信号 等于浪打EI 浪打EJ 乘上原来的Sigma-IJ 自然就会等于这个 而这边当然也就告诉你 我们如何计算 任意一个方向 就是讲的 我要知道 这个新的坐标系 我们Sigma-11 就是等于把这个方向 当作N方向 那就等于这个方向 的Sigma-N DOT这一个 那这个Sigma-12 就是等于这个方向的Sigma-N DOT-E2信号 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三项 这是沿着C1信号方向的 那沿着C2信号方向呢 我们也可以得到 类似的结果 沿着C数理信号的方向呢 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三个合在一起 就告诉我们 Sigma-IJ的转换 符合这个规则 所以它是一个张量 但我再强调一下 这边这个证明张量的方式 也告诉了我们 如果我要找到一个 任何一个方向 它的三个分量 就是用这个观念 好 最后 这一页 这是我昨天中午以后 才贴上去的 所以你们是中午以前 下载的讲义的话 要注意有点点不一样 第一个题目 有两个题目 今天作业 第一个 现在这边是一个三 你们只考虑二维 不要考虑三维 然后我要问的是 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两边角度都是细打 你们自己注明一下 然后这两个斜边 它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都是free surface 它的边界条件是什么 这两个斜边 记得这是等腰三角形 这两个斜边 边界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题目 我们给各位一个 硬力张量 某一点的硬力张量 我们已经知道了 单位是MPA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这是某一点的硬力张量 通过这个点有一个平面 它的发现 是等于4I加3K 那是它的发现 发现方向 我们问的是 作用在这个平面上 的正硬力 normal trace 跟减硬力 也就是找sigma nn 跟sigma nt等于几 OK好 我们今天就先都知道这 下礼拜再跟各位谈 怎么找它的主硬力 这里 Lucky 点 volts 长 绳 绳 我们 原 棍 全 虹